蘇拉颱風的陸上颱風警報 預估在今天深夜到明天的凌晨之間會解除 氣象局提醒大家了 除了蘇拉之外 還要留意另一個颱風海盔的影響 同時第12號的颱風紅印 也在今天晚間8點已經正式成形 帶你來聽一段氣象局的最新說明 目前來到俄羅安比的新南方 大約220公里的海面上 它的暴風圈已經完全脫離台灣陸地 氣象局在剛剛11點半的時候 解除台灣的陸上颱風警報 我還是要提醒它暴風圈還是籠罩的 巴士海峽、東沙島海面跟台灣海峽 所以我們要提醒在這附近的作業船隻 要嚴加戒備 而受到颱風的風場的影響 我們預估在今天晚上到明天 在馬祖地區還是會有9到10級的強震風 畢竟颱風的南台灣地區或北部沿海地區 跟各領島地區可能都還是有震風8到9級左右 請大家特別注意 而至於下雨的部分 我建議整天累積到現在受到颱風外游環流的影響 比較明顯的降雨在東半部地區 尤其又以南花蓮到橫沉半島下的雨比較明顯 相局在今天晚上持續發布豪雨特報 針對在台東地區、橫川半島這些地方可能都有 舉不大雨或好雨發生的機率 另外在屏東的山區、花蓮地區、宜蘭地區 跟新北山區也都會有舉不大雨發生的期情 大家特別留心 我們透過雷達回覆圖可以看到 即便颱風逐漸遠離 比較強的對流雲氣都在颱風附近 但是台灣的東半側主要還是受到外游環流的影響 因此在東半部地區下雨的機率還是比較偏高 而看到這樣的對流從東西走向逐漸從海洋移到陸地 這樣子的下雨可能都容易造成短岩石強降雨 在今天下午到目前 八東地區都有觀測到石雨量 將近40毫米或是50毫米左右 現在稍早在台東都有3小時100毫米的短岩石強降雨出現 我們還是要提醒這樣降雨可能都還是比較明顯一點點 而至於台灣附近的浪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在今天稍早的時候 在東沙島的浮標觀測到超過7.5米的巨浪 這顯示颱風因為在逐漸再往西移動的過程 逐漸接近台灣東沙島海域 因此浪是比較明顯偏大的 無此之外在台灣附近的浪高也都有2到3米左右 此外在今天陸陸續續的也都有在北台灣地區 東台灣地區 南台灣 西南沿岸 甚至澎湖近海都已經有觀測到長浪 浪的情況並不會很明顯的下降 我們預估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台灣附近都還是會有長浪出現 尤其在恆春半島跟南部沿海地區都還是容易會有4米以上的浪高 請勉勉強往海邊活動 除了蘇拉颱風之外 第11號颱風海葵在今天晚上8點的位置 距離恆春東方大約1500公里左右 它未來持續向西北的方向移動 預估在1號到2號的時候 逐漸通過琉球南方海域 1號 2號來到台灣東北方的近海 此外 這時候在蘇拉颱風 蘇拉颱風也在台灣的西南方的近海 台灣處在這兩個颱風中間 因此在1號 2號的時候 同時受到這兩個颱風的外溫環流影響 天氣還是比較不穩定的 各地都還是會有短暫正雨的行星 至於在今天晚上8點的時候 原先的熱賴性滴氣雅第13號 已經增強為今年第12號颱風紅燕 我們預估這個颱風未來持續向西北的方向移動 在3號到4號的時候來到日本的南方海面 短期之內對台灣並沒有直接的影響 不過到時候在整個季風低壓袋裡面 像這些颱風它之間的一些交互影響 在預報的路徑上面是比較複雜 到時候可能會隨時都有一些變化 相對會持續密切觀察這幾個颱風的交互桌的影響 未來這幾天台灣處於這整個大低壓袋裡面 天氣是比較不穩定的 因此在明天來說的話 因為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主要是蘇拉颱風外圍環流造成的 那這時候可能在南部地區下雨的情況還是比較明顯 尤其在台東跟恒春半島這個地方 此外在中南部地區今天的天氣 明天的天氣也比今天來說來不穩定一點點 在桃園以南到台中還是要注意有36度以上的高溫的情形 那麼到1號2號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另外到3號4號在第二代的影響之內 其實天氣都是比較不穩定的 各地都還是會有短暫雨發生的情形 最後提醒大家在降雨的部分 今天晚上到明天恒春半島跟台東 還是有局部好雨出現的機會 另外在東半部地區或新北山區 還是有局部大雨出現的情形 馬祖在今晚到明天還是有9到10級的強陣風 其他地區還有各地島還是要注意8到9級的強風 另外在浪的部分風浪偏大 恒春半島跟南部特別要注意會有4米左右的浪高 其他沿海也都會有常浪出現 那麼年度大潮 沿海跌洼地區一定要盛防海水倒灌跟局部淹水的情況 第11號颱風海葵 這是我們未來要持續密切觀察的 它將於1號到2號左右通過琉球南方海面 接下去加持續密切觀察這個颱風的動態 像今天晚上的最新奇想資訊